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入21世纪以来 联合国先后确立过国际物理年 国际化学年 国际光年等 纪念人类历史上诸多伟大的时刻和人物 展望科技 助力美好未来 联合国第76届大会宣布2022年 为基础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年 这是联合国历史上首次应成员国的要求 以基础科学作为国际年主题 强调基础科学对研究 教育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作用 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 在世界各地举行一系列活动 目前已有27个国际科学组织 90个国家科学院和国际科研机构 2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积极表态 支持基础科学国际年 中国科学院是国内唯一的基础科学国际年咨询委员会和指导委员会委员单位 也将组织中国科学家参与其中 在国际年即将于7月8日开幕之际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二类机构 国际理论物理中心亚太地区 联合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 中科院理论物理所 共同举办从极小量子粒子到极大膨胀宇宙 量子宇宙物理系列前沿论坛 作为国际年中国活动之一 论坛将以基本粒子和物理和引力宇宙的发展历史 现状及前沿展望为主题 结合多种传播手段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共同探讨基础科学对原始创新 科技发展 国民经济的重大意义